畫面上可以看到計程車在左轉後 被執行的自小客車直接撞上噴飛 翻覆後橫躺在馬路上 而計程車右車身凹陷 黑色自小客車則是車頭幾乎全匯 場面觸目驚心 186號晚上10點多 台中市正路跟惠中路口 黃色計程車因為違規左轉 被執行的黑色多元計程車撞上 雙方車上都各載著一名乘客 還好乘客跟駕駛全部都只有擦措傷 經久策都沒有酒駕情形